这两件事情比房价下跌更令人闻风丧胆,希望你的利益不会受损。 房价下跌首先会让购房者的入市热情降低,别看此时买房能节省一定的成本, 使得业主们承担的家庭资产缩水风险更饶人难以承受。 其次开发商售出一套房子的利润降低,积少船多也是一笔不小的损失。 这还是在大家都愿意买房的情况下,最后就是各类相关联行业会受到一定的不利影响。 一届经济效益降低的企业不得不通过裁员的方式尽可能保障自身的平稳运行。 这样一来,社会的失业率将进一步提高,都是遇冷的危害固然不言而喻。 但在现实生活中,房地上行业现阶段遇到的这两大现状比房价下跌还要可怕, 希望你的利益不会因此受损,来一起看看。 第一,房子烂位的情况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 自我国房地行业改革开始,各地楼盘烂位的情况就层出不穷。 自去年开始,为了加快行业的转型发展,提高楼市的转入门槛, 中央全面实行了三道红线政策, 试图在开发商内部先进行一轮优胜略汰。 就目前取得的效果来看,这举动确实减少了烂位楼的出现。 但因为要项目终止开发的原因五花八门, 因此仅靠这一点抢救措施,房子烂位的情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 这就给消费者提出了难题, 这些缺乏相关楼市经验的购房者尤其要注意, 尽可能选择那些口碑好,资金实力雄厚的开发商, 这样做最不能完全避免买到烂位楼。 最起码个人能多一份保障。 第二,二手房卖不动。 市面上的房子龙共就分为两种, 一种是新房,一种是二手房, 二者看似有一定的竞争关系, 但追本溯源还是有很强关联性的。 若二手房的价格降低, 新房市场也会跟着受影响。 众所周知一, 二手房本身存在到手产权年限短, 装修风格陈旧,居住痕迹重等弊端。 广大消费者之所以愿意买这样的房子, 有一大部分原因是因为很多时候, 同一地段的二手房比新房更便宜一些。 但现在很多城市为了激发人们的购房热情, 纷纷引进了降首付, 降利率等各式各样的鼓励买房政策。 至此二手房的价格优势进一步被削弱。 失去了各方面优势的二手房, 整体的流通性自然上不去, 这可苦了那些有改善性住房需求的家庭。 他们本来能趁此机会积极如释, 不曾想名下的房源卖不出去, 只得继续吃房。 同样就像前面提到的二手房卖不出去, 进房市场也发展不起来。 当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买房, 各地房屋的空置量将逐渐增加, 如此各类资源将得不到更合理的分配, 将而造成一种穷者越穷富者越富的局面。 当社会的贫富差距因此拉大时, 国家的正常运行秩序就得不到保障, 实体经济的发展也一落千丈。 炒房客和投资者们同样无法置身事外, 万一自此期间房点税和房屋空置税开始正式征设, 他们将要付诸更多的翅膀成本。 楼市越冷却有其事, 但为何去售楼出寻价时发现房价仍旧没跌? 自去年6月份开始的一年时间里, 我国房店行业的发展状况就不容乐观, 要知道其衍生出来的各行各业, 为社会各地劳动力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 这样一来,各地的就业率才能得到保障, 这些行业又反补给政府不少税收款, 相关部门有了足够的资金, 就能为城市提供更多的基础设施, 进一步保障全体老百姓生活的幸福感, 以及实体经济的发展。 因此房店一直都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支柱, 欠一发, 儿童全身, 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值得清醒的是, 在相关部门采取降首付, 降房贷利率等不懈的努力下。 据国家统计局颁布的数据来看, 今年上半年的楼市销售降幅收窄, 但这种情况还没有持续多久, 7月份全国各地的房价环比降幅就又增加, 楼市越冷却又歧视, 但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总能发现, 每每当自己去到首楼出巡价时, 自己所需的购房成本相较之前, 好像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看完一下三点, 你就知道其中的原因了。 第一, 炒房客和开发商思考房价。 受房价下跌负面影响最大的, 莫过于炒房客和开发商。 这段房子每平米的单价减少几百元, 一套房子的售价降低了, 机场成多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事实上房价下跌后, 看似能便宜买房的广大消费者, 某些时候入室的意愿并不强烈, 因为某段时间内, 房价的走势是一定的。 此时买房, 房价可能会持续下跌。 如此刚买了房的新业主, 还没来得及高兴, 就得承担家庭资产缩水的风险。 如果房子卖不出去, 炒房客和开发商就失去了一定的变现能力。 因此很多时候, 他们都硬扛着压力, 更不会主动降低房价。 这里之所以提到炒房客, 是因为新房和二手房市场是相通的, 二手房的价格不降下来, 那些基础配套设施, 相对完善, 装修风格, 比较新的新房价格, 自然会处于高位。 第二, 房价两极分化, 愈发明显。 不管是各方面条件有多好的房子, 只要是普通的民住宅, 基本上几十年后都会变一堆钢筋水泥。 质量大小、户型基本等同的住宅, 在不同城市的售价之所以天差地别。 很大一部分原因都是因为城市的经济发展程度不同。 一二间城市有着完善的交通网络和城市福利, 对各类人才的吸引力比较强。 根据需求多少影响价格高低的价值规律来看, 房价自然跟着一路涉涨船高。 反观那些小县城, 由于工作机会少, 工资还低, 那些在外见过大市面的劳动力不愿意留下, 房子不断积压, 房价自然涨不上去。 所以尽管全或平均房价回到了万元以内, 但大城市的房价一般不会降。 要想便宜买房, 我们可以将自己的目光放在小城市上, 但此处的人口外流量大, 因此住宅的生殖空间不会很大。 如果是想投资, 还是要谨慎选择, 一不留神容易让房子砸在自己手里。